俄罗斯一个大动作引发全球震动 当地时间21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承认 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和鲁干斯克人民共和国的总统令 并签署俄罗斯与顿尼茨克人民共和国和鲁干斯克人民共和国的 友好合作互助条约 有目击者当天凌晨在乌东武装力量控制的顿尼茨克地区郊区 看到了包括坦克在内的军事车辆纵队 现场画面看 庄稼车队正在道路上行进 据金城俄罗斯现场直播画面 顿尼茨克当地民众深夜高举俄罗斯国旗 燃放鞭炮庆祝 彻夜大喊乌拉 当地时间22日 乌克兰总统泽林斯基通过电视直播发表讲话 国营俄罗斯宣布承认乌东两区为独立国家 他表示乌克兰将保留进行独自和集体防卫的权利 乌克兰并不害怕 西方会给予明确的支持 国际社会对乌克兰领土边界的承认 不会因俄罗斯的行为而发生改变 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网站22日发布 关于请中国公民注意安全的提醒 正当前乌克兰东部局势发生重大变化 再无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 一不要前往局势不稳地区 二及时关注使馆微信公众号和官网发布的信息 三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四与当地华侨加强联系 五做好疫情防护